是的,首相南路斯里伊斯麦·沙比里 昨天宣布财务管理及复原能力计划 为B50群体提供还贷援助 西蒙乐见其成 但同时也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这一项政策实际上是朝野双方 签署跨党派备忘录的成果 而首相没有说明这一点 西蒙主席理事会今天发文告指出 这项免息计划原本就列在 合作备忘录的第1.7条 政府起初还不愿意接受 西蒙提出的建议 后来西蒙领导层安排了多方会谈 与会者包括财政部长 南路斯里东姑扎鲁和银行高层 经过多层考量后 政府才亮起了绿灯 西蒙认为落实计划意味着人民的胜利 只是没有想到最终被看作是政府的提案